不要透支福报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修行一定要老实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有的人去放高利贷 每个月拿利息 就有好机万 他觉得这些钱是无中生有的 其实不是 钱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 包括你的利息 你所用的 所吃的 都来自你福报的转化 包括放高利贷的利息 都来自福报的转化 而如果你放大了看 你去放利息 那个钱来自哪里 最后还不是来自老百姓的手上 而最后的法则 就是来自你的福报 所以要慎重 古人是很忌讳用数 比如看相的人 命都不好 就是数 这个数会违背因果法则的运行 那自然受到因果的惩罚 还有现在的透支 使用信用卡 贷款等来透支自己的财富 这就是用数 把自己福报来透支了 也许大家都一样 都在透支 好像很正常 其实 正因为正常才可怕 这就叫众生的贡业 好比现在彩票发达 而且政府也承认 这就叫贡业 大家一起造业 才可怕 那要把福报藏起来 就是把钱给布施出去 布施给三宝 那你用钱少了 花在自己身上享受的物质就少了 福报就留下来 福报都是自己赔的 也是自己损的 福报虽然是无形 但是转化成你所用的 所穿的 所吃的 就是有形的 别人请你吃大餐 是杀生的 你虽然也莫有花钱 但仍然用你的福报 你浪费公司的水电 虽然不用付水电费 但也是用自己福报 你不在那家公司 就无法享用公司一切 明白了一切都是福报在左右 你没钱也就努力培养福报 有钱了就要珍惜 不要透支福报 感觉自己过得舒服 如果欠债了 一定要还 这辈子不悬 总有一辈子要还 做人还还好 不要做牛做马悬 看到别人用非法手段换取钱 你要悲悯他 他不知道因果法则 请不吝点击 不吝点击 请不吝点击 请不吝点击 倒没